男子进入其空间捣毁佛像,不料牵手观音显灵,一伙人被捶爆,今天先给大家带来漫改科幻片《杀戮都市》。 阿记是一名没出息的职场社畜,下班之后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地铁站等车,不料却碰到有人晕倒在铁轨上。 而是好友嘉藤下去救人,阿记却不敢上前,眼见列车越来越近,嘉藤却被困在轨道上,阿记鼓起勇气上前拉他,不料却被嘉藤拉下了轨道。 列车迎面驶来,之后两人便发现他们来到一间白房子里头,房子里有一个黑色圆球,还有许多其他人也被传了过来,大家相互一打听,发现过来的人都是死去的人,他们是来到了死后世界吗? 就在众人争论的时候,女主角短发妹也被传了过来,接着黑球上开始出现文字,想要回去的话就得完成任务,这次的任务是干掉聪星人。 任务一发布,黑球就自动弹开,里面坐着一个沉睡的光头男,还有很多写有众人名字的黑箱,黑箱里面装着武器和战斗服,就在众人懵逼的时候,传送再次启动,一票人便被传送到了任务区。 这时小霸王站了出来,他告诉大家,他们所处的地方其实是虚拟空间,遭遇意外之后,他们的大脑并没有死亡,而是被研究所连上了脑机接口,通过数字成像,研究所将他们的大脑活动做成了一档电视节目,完成任务的话还能获得丰厚的报酬。 小霸王刚说完,聪星人就冒了出来,聪星人长着一张娃娃脸,手上还拿着一根大葱,一伙人为了报酬向聪星人开枪,直接把聪星人给打爆。 就在此时,鬼面聪星人冒了出来,鬼面聪星人一出场,就哗啦啦送一片人领了喝饭,最后只剩下加藤活了下来。 短发妹穿着战斗衣救下了加藤,之后聪星人又盯上了阿继,眼看阿继就要隔屁,小霸王却从背后杀到,解决了聪星人。 聪星人隔屁后,四人被传回了房间,眼镜书由于没有完全死去,也被传回了房间。 黑球上开始显示任务分数,只有小霸王一人拿下了五分,这个分数有啥用,小霸王并没有告诉他们,唯一知道的是这台黑球被叫做Gantz。 任务结束后,阿继发现自己被传送回了跟现实一样的世界,女同学小岛和他打招呼,阿继却还在想着昨晚的事情是不是做梦。 晚上阿继去探访加藤以前的老家,不过加藤已经不住那里,半路上阿继遇上了短发妹,短发妹无处可去,来到阿继家借宿。 他告诉阿继,因为和男友分手,他已是想不开,最后选择了割腕自杀,看来昨晚发生的那些事都是真的。 随着众人陷入睡眠,他们又被Gantz传来了房间,房间里还出现了一些新成员,接着Gantz发布任务,这次要消灭的对象是田中星人。 阿继第一个被传送到任务区,田中星人正在那里等着,别看他长着一副玩偶相貌,战斗力却十分强大。 小霸王打算从后面偷袭,却被田中星人识破,一发波动炮将小霸王震飞,之后田中星人便飞到小霸王身上,把小霸王打成了筛子。 加藤冲上去把田中星人勒晕了过去,然而很快田中星人又醒了过来,对着加藤就是一顿猛锤,短发妹过来帮忙,然而根本上不了田中星人。 之后阿继将田中星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,田中星人对着阿继一顿抱锤,没想到这下反而激发了阿继的斗志。 阿继运用战斗依附语的能力,开始和田中星人对攻,最后阿继趁田中星人许能的空道,一枪送到灵魂合法。 田中星人被消灭后,几人再次被传回房间,GANS显示这次任务只有阿继一人拿到了7分,接着GANS上还出现了100分选单,拿满100分的话就能获得奖励。 第一个选项是消除记忆并获得解放,第二个选项是随意让某个人复活,看来这确实是一台非同反响的黑科技。 任务结束后,阿继又被传回了类似现实的世界,很快他就发现战斗依在这儿依然有效。 女同学小岛给他打来电话,说自己画了漫画想给他看看,阿继看着漫画中英雄般的男主角想起了以前的自己,曾经他也是一个守护朋友的热血青年。 另一边,短发妹找到了加藤,加藤将他吐露了一些隐秘往事。 由于父亲整天酗酒家暴,为了保护年幼的弟弟,加藤最后杀死了自己的父亲,他也因此在少管所待了很多年。 出来之后,加藤和弟弟两人相依为命,他立誓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弟弟。 随着任务时间的到来,阿继几人再次被GANS传送到房间,这次的任务是要消灭火爆新人。 众人被传送到任务区,那里有一尊巨大的铜像,很快铜像就开始活动,弄清规则的阿继,这次变得刺性满满,只见他是斩铃波微步,绕得铜像晕头转向,接着又不慌不忙到瞄准铜像要害,一枪送铜像领了盒饭。 众人一边喘息着,一边等待任务结束,然而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,此时另一名队员从博物馆里逃了出来,看来里头还有其他敌人。 阿继三人来到博物馆内部,在那里发现了一尊牵手观音,就在阿继打量的时候,牵手观音却突然发动一阵乱刀,飞去了阿继双腿。 加藤见阿继受伤,只好自己上前和牵手观音战斗,不过牵手观音战离实在太强,加藤根本不是观音对手。 眼看加藤就要隔屁,短发妹替他挡住了攻击,加藤持刀在上,然而还是被牵手观音轻松KO。 阿继找到一旁的枪支,朝观音射去,却被观音用刀挡住。 之后观音手上又出现一个佛像,佛像落到地上开始迅速变大,很快整个博物馆都被大佛撑破。 大佛挥动大手,想将阿继拍死,这时还剩最后一口气的加藤扔来手枪,阿继连续几枪爆掉了大佛手臂。 之后又一拳击中大佛下巴,然而下落时却被大佛一口吞下。 阿继来到大佛体内,开始在内部搞破坏,最后终于送大佛上了西天。 加藤和短发妹都在这次任务中牺牲,只有阿继活了下来。 第二天,阿继又回到了正常生活,他和小岛一起去坐地铁,碰到小孩帽子掉进铁轨,阿继跳进铁轨替小孩捡回帽子。 看着渐渐靠近的列车,阿继心中却冒出求死的想法,一旁的小岛赶紧上去拉他,总算将阿继救了回来。 小岛一边哭泣一边向阿继表白,阿继看着小岛伤心的样子,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意义。 他要用自己的战斗天赋,去守护更多被Gans传送过来的人,这便是阿继的使命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舰,我是主播星星,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,我就陪你一起去Gans打怪兽哦。